人有千面,物有万象,每个人都被各种琐事,消耗着时间和精力,不胜其烦,享乐的自在,就要善于放大自己的能力,最终才能够不断地强化自己,成就自己,读国学文化,品人生百态,欢迎订阅国学心旅。 放大格局,一个人最愚蠢的事情,就是在多管闲事,就是胡思乱想,你要明白,身为一个普通人,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永远是第一的竞争力,同样,哪怕是一个翻身的人,也要确定,自己的时间和精力,才是最宝贵的。 如果自己总是被一些不值得的人,不靠谱的是,最终不断消耗着自己,那么,无论你多有时间,多有精力,最终都发挥不了其中的价值和意义。 庄子,山木,片中有这样一个故事,一个人乘船过河,前面有船要撞上来,这个人破口大骂,骂对方不长眼,等船撞过来,却发现对面船上没人,是个空船,刚才的满腔怒火,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, 生气的不是撞船本身,而是对面有没有人,一件事对你造成了伤害,你生不生气,发不发火,并不取决于事情本身,而是对方的人。 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的人,这个人居然无视我,这个人居然想伤害我,不行,我对他不客气,情绪也就在这里爆炸了,可问题是,林子大了,什么鸟都有,我们这一生可以遇到各种奇葩, 如果都要和他们置气,那就没完了,庄子说,不谴是非,与是俗处。 不要争论说明是非,人生在世,难免有看不惯的人合适,放宽心,笑笑就得了,一个人看不惯的人合适越多,说明这个人格局越小。 真正厉害的人,把那些糟心的人和事,当成空船的处理,别人是无心的,事情是无意的,而不是一心想着报复,这样人才能迅速调整自己,不断放大自己的格局。 真正有格局的人,永远都会在遇到一些琐事,一些小事烂事的时候,积极主动放大个人格局,然后,面对一件或好或坏的事,或大或小的事,自己都可以从容面对,淡定处理。 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,不会有过多的情绪上的消耗,更不会纠结什么。 对于那些有大格局的人来说,人生只有一次,如果懂得尊重生命,那就放大格局,珍惜当下,然后,在人生苦短的岁月当中,在有限的生命里,好好善待自己,阳光正能量的体验,这个世界。 当一个人放大了格局,其实就是在不断地强化自己,锤炼自己,但也是在向外汲取能量,汲取养料,然后,当自己变得越来越有实力,越来越有能耐的时候,迫是自然会远离我们,而我们也会走得更加踏实,轻松,自得,甚至是越来越顺遂,人生在世,世事难以圆满,样样无法万全,能够扩大胸怀。 把不如意之事看得平常,把不称心之事当作修行,当你拥有不计较的格局时,糟糕的事情就自动消散了。 放大能力,曾看到过这样一句话,如果你有自己寄携带的能力,你就可能有上天摘星星的机会。 从寄携带到摘星星,无疑是两种差距悬殊的能力,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,脚踏实地者,方能仰望星空,勇于并善于, 放大自己的能力,就可以迸发出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力量。 现实中,不少人总以为自己是丑小鸭,而成不了白天鹅,更不会放大自己的能力。 常常生活在自怨自艾,自暴自弃的痛苦之中,生命科学认为, 人的能力有90%以上未曾得到开发,有位心理学家系统研究了一些历史名人的成功经历,得出一个结论,高度地承认自己,相信自己,正是他们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。 而充分的自信和由此而产生的创造力,并不是卓越人物所独有的,普通人一样也能拥有,有了自信,就会认清自己的优势,敢于直面一切困难和风险,直至取得成功。 只要真正具备了挑战不可能的勇气,并为之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,就能够爆发出巨大的能量,实现从不可能到可能的飞跃,放大见识。 曾国藩曾说,凡办大事,以实为主,以财为辅。 这里的实指见识,人做大事,见识占主党,他可以直接决定事情的成败,能力刺之,一个人想办大事,最重要的是有见识,望景观天。 只有一孔之见,登山远望,方知天外有天,花盆里长不出参天大树,庭院里练不出千里马,你有多大的见识,就有多远的未来,提升自己的见识,是人这辈子最重要的事。 见识不同的风土人情,可以让你的见识更加广阔,对世界的感悟更加深刻,请教他人的次数越来越多,你就越可能拥有不凡的见识。 林语堂说过,智者阅读群书,亦阅历人生。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金钱走万里,如果你没有合适的机会越万人,那么读书,就是最适合你的事情。 读书,开毛色,出笔剑,得心知,增学问,广实践,心中有星辰大海的人,才不会把自己局限在小天地里,放大内心。 人生没什么不可放下里有这样一句话,人最强大的时候,不是坚持的时候,而是放下的时候。 人生的烦恼,大多是因为想太多导致的,一个人在意的越多,烦恼就越多,能让我们止步不前的,从来不是外界的压力,而是那颗不肯放过自己的心。 心简单了,日子便舒服了,余生,最清醒的活法,莫过于,学会放下,让心归零,生活中,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伤害,无端的诽谤,恶意的打压。 背后的诋毁,如果一味沉浸在过去的伤痛里,最终只会束缚住自己的前行。 从前,有个书生进京赶考,因遭人暗算,最终落榜,乌漏偏逢连夜雨,陪伴他多年的恋人,也在此刻离开了他。 他伤心至极,每天郁郁寡欢,已久度日,一天,他在路上偶遇一位高僧,便向他请教解脱的方法,高僧微笑着跟他说,你只要好好跟我三天就可以了。 三天内,高僧除了给他清水喝,再不给其他任何食物,他每天不仅鸡肠碌碌,还要干喂马,砍柴等一系列苦活,让他受不了的是,累了一天之后,晚上还只能睡马就,终于三天过去了,书生崩溃到嚎啕大哭,埋怨为何要自讨苦吃。 高僧说道,从前的你,何曾不是如此,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。书生顿悟,决定告别过去。 重新来过,他开始把全部精力放在学习上,几年之后,终于如愿金榜提名,最难熬的痛,不是伤害你的人,而是那个不愿放下的自己,就像纪献林所说,如果总是纠缠,那么痛苦会时时刻刻都心鲜生动,时时刻刻剧烈残酷地折磨你。 不如淡漠,再淡漠,再淡漠。 真正有智慧的人,都懂得及时止损,不拿别人的醋来惩罚自己。 如果你一味在乎当下的得失,反而会失去更多生命苦短,该放的放,该望的望,懂得及时抽身,才是一生最好的修行,放大气量。 论语子录终讲,其身正,不令而行,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。 一个人若是品性端正,有主动改变的意愿,即使不多言,也会有所行动,如果糊涂偏执,认识不到自身的问题,即便强行说教,也难有丝毫成效,宋代名向吕蒙正,自幼家境贫苦,后发奋读书考中进士,得以入朝为官。 刚入世时,一些年轻的官员子弟,自是优越,很瞧不上他,有人指着他说,你这住在破窑里的乞丐,也配议论国事。 事后,同辽得之后想为其打抱不平,准备找出此人好好教育一番,吕蒙正却说,如果知道是谁,难免自己心中不快,强行教育说服别人,别人心中也不快,倒不如不知道的好。 后来,宋太宗听说了感叹道,蒙正气量,我不如。 朝臣得之后,也被他的心胸所折服,他也因此结交了许多正直的大臣,做出了一番政绩,可见生活中遇到执迷不悟的愚人。 或是恶意伤人的小人,不在意就是最明智的做法,不理会便是最有利的回击。 老话说,人要低头做事,更要睁眼看人,则真善人而骄,则真君子而处。 人生海海,时光匆匆,不与烂人小人纠缠,多和善人君子结交,内心自会清静安定,心胸自然广博宽大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